開始了 開始做什麼 開始做直播 直播什麼 在吃東西 吃東西都要說 至少要先歡迎 歡迎來到 其實這是什麼節目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我竟然是咬借邦 我很久沒有留意 因為自己都錯過了 今天上來 你撕身 是紋身 其實我正在吃東西 歡迎大家收聽動脈廢物電台 逢星期五晚九點鐘 有 星期五晚九點鐘 星期五晚九點鐘 就是個個個馬娃姐波 阿力 因為平時冰之港 收聽方法很簡單 大家現在在我們的網站 www.azerabish.org 就是我們收聽的方法 如果錯過了 你現在正在聽 podcast 將來可以在九點鐘 來回我們的網頁收聽 歡迎在我們的Facebook 通常是星期六、凌晨 在聽偷鈴 我們有個女師傅叫做偷鈴 是的 可以在Facebook或微博 微博更新的頻率也比較慢 因為我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回到去時 經常都會忘記 實在太不好意思 大家都沒有這個習慣 是的 大概是這樣 是嗎 另外 終於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就是專砌五毛檔 第一集已經推出了 在上星期六 而在同一天 我們已經推出了一個更新的靈性版 我們被聽眾有些要求 我們就收拾好 我們麻煩Dandy幫忙 實在是太盼盼了 如果大家 但阿占仍然說太大聲 那沒辦法 其實我聽完都可以 其實要聽都可以聽到 因為第一次是有些爆發的BGM 歡迎大家回到專砌五毛檔 電台的Facebook 去跟我們的毛主席 和毛主席一起聊聊 各個 不是總理 是阿子總理 阿子總理 和毛主席 聊聊各種不同 關於毛型的問題 其實小毛 阿偉紅也是適合談的 所以你一樣可以在專砌五毛檔 可以跟阿偉紅聊聊 他不適合靚 靚也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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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本身喜歡中女 不適合 你的音域可以很廣 低音到高音 你可以喊 哪個音 什麼都可以 好 講慢吐者幫 現在有我 萬有者 我是施迪 在吃東西的五月 其實今天我們交給五月號 但他又在吃東西 那怎麼辦呢 請到他上來 我們當然是講些跟他們有關的事情 接下來七月就會有一本 港版少年針會準備出版 聽說就是牛佬投資 其實很早之前有提過牛佬自己 跟黃陽達去搞漫畫 現在狗文樓梯響就終見有人來 接下來七月就會有一本 叫熱血少年 什麼 Passentines 對嗎 對 一本這樣的 叫漫畫雜誌 尚且叫做 因為我不具體 知道裡面有什麼 請到五月上來 是聽我們去分析這本書 其實大家知道多少 五月你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搞錯啊 我認真我真的沒有 不關你事 你沒有睡覺 他有叫我寫一個專欄 第一期 那就是有 其實大內容是什麼 那你是不是就真的寫了 我寫著 其實在這個moment 我還在寫著 我不知道 廣播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我猜 有什麼秘密 可能會有些專欄是跟青少年的事好有關 例如幫我寫 我不排除 你想寫什麼 我不排除他們會跟這個 141 不行 141是另一邊 現在是分開了 我怎麼會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其他人寫 好不好 總之 我想第一期應該會看到我專欄 之後應該不是我寫的 會輪著做 其他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總編 阿朗不是總編 沒有 OK 所知道的東西 其實就是 有一幅圖 就是剛記畫的一幅 其實都 都幾 他不是丁丁 真多man那些畫風 是少年風 不過老實說 我沒有具體證據 不過有人CAP了一幅圖 就說這幅圖的構圖完全是抄的 噢 我一時不記得是哪位大師 不記得是 即是類似安然良的那個級數 那種大師的 那種大師的 一半看到 因為他直接寫了某一本 什麼什麼大師的大全集出來 不過因為他就 上載這幅圖的那個人 其實就沒有 即是我不是朋友 所以我在Facebook裡就看不到 所以我只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就說是抄的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辦法證實到是 或者不是這樣 那如果看剛記都這樣換過畫風去看的話 他應該是很想打造一本 即是土炮的少年Drum 其實 但因為我自己第一次留意到這件事 即是剛才你說的 復徒 下面一堆人名 即是王文、王文達、喬正夫、門小雷、諸如此類 那我看到之後我就 我在想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是好像exam 那樣的 如果有那麼多人的話 呃 即是我不清楚 即是你意思的形式是好像exam 那樣 即是每人都有一個故事 不知道 但似乎其實他放了那麼多名 如果大家是對等的話 就應該要是這樣 如果不是 即是Custin 如果Custin只是出一個四格 這樣才算 那就 即是變成了我其實不是exam 變成了 即是是另一種形式 簡單來說 有沒有少少像以前那本Super Jump Super J Sorry Super J 但Super J 都是什麼 都是幾個故事 很多 他有很多故事 是的 而且大家都是這麼常在元素 對等連賽 我剛才 我所知 即是你看到那個廣告 其實震慾其實就很頂情 剛才提過小雷 江記 Custin 牛佬 林宇國 還有一個我忘記了 不是陳科林 阿輝 即是吳文輝 阿曼 阿曼 另外還有 喬正夫 力奇 有迪奇 迪奇 迪奇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哪個 海洋那個迪奇 海洋 迪奇 你 不會吧 即是自殺 沒有他 如果真是迪奇 的話 這樣便會被狗做 還有Dolly 是的 Dolly Dolly也是我們的網友 還有 Lan Lan 不知道是誰 還有 翁文 黃洋達 還有喬正夫 暫時看到的就是這些 迴響最大其實是FCP 即是馮展鵬 噢是 他那時候說有個天才型的少年漫畫家 我不知從哪裏來的 即是這個賭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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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大家 即是香港來講 大家其實都只是猜 一個名字 是給你 怎麼說 給你猜的 就是馮展鵬 否則 阿達還是馮展鵬 都不知道猜誰 陳展鵬 陳展鵬 是誰 沒有記的 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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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他們 即是我還在他們 很少都知道 他好像不一定還有兩個 漫畫是由網台改成 即是網台節目 噢是呀 Cutson主 有一個是那個 麻甩 建港聯盟 是嗎 還有一個是 黃敏之前有一個節目 叫什麼 歷史在少 現在都有的 歷史在少 在My Way的 未進入歷史 本書本身未變成歷史 其實是一種什麼類型的賣馬呢 我可以想一下 基本上 我們作為港馬咬姐幫 怎麼都要收封 升級了做科 原來是嗎 幫小過科 原來 我們遲些港馬咬姐科 其實怎麼都要收封 聽到回來的 其實這本書 黃敏大希望 那些賣馬咬家 可以用一些 與時政有關的內容 去打造一本這樣的書 目前 知道的就是 雙周刊應該是每期大約六十多頁 那一隻 所以為什麼我說像Super J呢 因為Super J和XS 不一樣 Super J當年是騎馬釘的 當年也是騎馬釘 所以業數相對有極限 騎馬釘是有限 你不會很厚也會用騎馬釘 試過 其實Super J都厚了百多頁 厚一點 厚一點 我聽過其實像海洋風狂 六十多頁 不是百多頁 究竟用什麼紙 而是否全彩 若干這些東西 我就不知道 應該不是 對 如果看歷奇 比較少會分析那些作品 以前在Coco 譬如蜂魔 即是很趕 如果雙周 就不是他平時會用那種速度 如果還要下顏色 就很趕 那麼多人來說 只有六十多頁 每人分析都好像不太 其實不太 每人是五至六頁 五至六頁的故事 所以難度就在這裏 五至六頁兩個星期 要講一個和當時是關事的時政 然後 其實關不關事都難 最初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相對好一點 你看阿寶和阿豪 那時候死角都不算令你很失望 八頁之內的故事 他勉強可以圓倒一話 但現在是比八頁少 八頁其實都很難的 所以 究竟會出現什麼呢 以及以我所知 其實 你想想 六十頁的書 你要賣多少書 才評書數 這班人其實都不便宜 以我所知 他們不會特別收到 譬如獎徵息一元 這班人也要吃飯 對嗎 所以 怕肩膀而已 沒有收錢 沒有收錢 即是有些有 有些沒有 有名氣的就有 有名氣的就沒有 那你有名氣的 對嗎 隨便 黃毓民就沒有 五月和黃毓民是一樣的 牛佬 牛佬便沒有 牛佬便沒有 牛佬便是自己投資 可能另外我也收回稿 即是唯獨 最有名氣的就沒有 是嗎 是嗎 可能 我具體是不知道的 但我大約知道 漫畫家是收錢的 至於收到幾足 我就沒有辦法探望足夠的風聲 因為一副遊戲去了別人 我拿不到一副風聲回來 是 是 這樣吧 大家怎樣看呢 即是這個市場 他們出 又撐一下 不 我想 一兩期都會買來看看 但我想 其實他們在打哪類人 會去買呢 我反而會這樣覺得 是 即是哪些人會去 怎樣呢 怎樣呢 我知道麥克風沒事 但是 原來一直大家都聽到我講話 是啊 不太聽到你 你用第二支吧 你用第二支 你坐好一點就可以 喂 其實 我反而會想 其實一直是 這本賣媽是在打什麼市場 哪類人會買呢 我反而會這樣想 例如 Let's say 少年 jump 你不就 很明顯是聽少年人 如果你之前的 例如 例如 一直說的 都會有她既有的讀者群 但是如果出 海洋瘋狂那種書 會不會 會不會吸納了一種新的讀者群 我自己會這樣想 我自己 我想問一下 我自己 我想問一下 之前海洋瘋狂是賣多少錢 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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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願意 如果是的話 都是收二十至二十五這個價 即是如果你 即是問我 她有問過我 她有當日當面問我 即是應該收多少錢 你們報了什麼價 我不是她 她問我們 你收多少錢 她只能說這個價錢出來的 這個價錢可以 那我想一想 我問她有多少頁 她說 好像都是你們 即是你們估計的 即是這些 我相信 我們沒有立場 天然你來不講話 我只幫 你當然是講講話 我只幫可以講什麼 聽她說 應該是七十頁左右 七十頁書左右 價錢就是 她可以說是二十二元 問我們是否可以 如果你七十多頁書 老實說現在一本港幣都十五元 是不是 都十五元 如果我再補七元 可以買到差不多三本港幣這麼厚的東西 一本港幣是否二十頁 三十 一個多一點 一個多一點 內容又沒有跟我說 哪些人會怎樣做 她都是隨口說一句 二十二元好嗎 那我可以的 二十元就好一點 不過我也明白 其實二十元就好一點 因為這個是 你消費的時候 你拿少了一樣東西出來 你給一張二十元紙就完 這是真的 現在可以炒 一報攤通常會便宜 賣你十九元 譬如二十二元的書 她就賣你二十元 通常我也是這樣跟她說 我說二十元就爽一點 不過你們自己計算而已 我也是提議 這條數不是 因為製作費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知道究竟怎樣 譬如你想一下 剛才Tim又問到究竟她打哪些人 不用說當然是打熱血公民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就是她是在打以前沒有看那些人 她不是在打傳統那些人 這個我很肯定 不是在找Kentzu 不是在找阿龍那些人 她是在找一群粉絲 他們是有信心的 因為這群粉絲是很大的 第二 你想一下 想看喬正夫一個專欄 我猜她應該不是畫漫畫 無論如何都是寫字 她可能有些fancy 但我們從來都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二十二元 你只是支持一個人的話 那會不會是 你就不會想買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網上 上載就少不免 大家都不用想 除非你是一本完全出不到街 譬如想王那些 你就很少找到 上載 以前也有 現在少了很多 譬如肥良那些 連上載都不上載 現在很多書都是這樣 這些都是要考慮 站在我的角度 先不要說我的政治合場 但我覺得作為《港萬我者幫》 我是期望有一本書可以打得成功 雜事 是的 因為我們也想多些故事說 之前跟永仁聊過 他們也說 現在說來說去都是幾本書 因為市面上只有幾本書 只有十本書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我也想他們成功 但我覺得其實是有點不合 因為你多了牛洛倫與國和阿曼 那些人其實是有些 他們的手勢是習慣了 你怎麼看 我都會覺得 即使是至喪檔案也好 他也是跟其他 譬如Cutson那些 是價格不入的 那 你就要想想 但是他們可以轉 都沒有說不轉 因為那本書沒有到過手 也沒有正式見街 因為阿曼以前也有Q版 我當然不可以百分百肯定不行 但是你們這群人是有立場 例如看牛佬那些 會不會看《PASSION TIMES》的其他 現在那群找回來的主筆 這個是關注的地方 以往曾經有個漫畫主編 他就跟我說 漫畫雜誌其實不是大家都像 其實除了大家都像之外 對不起 我應該這樣說 大家都太像是會死的 即是會撞死的 大家非常不像 那就會死定了 那中間怎樣取材 怎樣可以掌握呢 就好視乎那個總編輯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香港一直都沒有一個 超出式的總編輯 所以其實很難做到一般超好的 以前曾經有 我們不認識會不會 以前曾經有過 譬如道比方感力那些都是好 有的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香港暫時未見到一個 超出式 以近這十年的總編輯 可以打造到一般好的漫畫 因為他不單止是 那就要看總編輯是誰 不單止是畫風的問題 而你走出來的作品本身 是否真的針對到某一個特定的群體 而他是足夠大的 如果大家都只是 譬如他們做出來的效果 原來都是熱血公民的做對象 我不知道他們的基礎有多少 我當你五千 變成網絡 內部通訊 我當你五千 那就是平書 如果我們以一般這樣計 因為你現在的書 印刷一定會貴 你稿費也會增加 我當你五千平書 一般都是五千平書 差不多 那是慢慢的 還不保證所有人都會買 你的基礎不保證所有人都會買 那你不保證 可能他們一個人買兩本 那就是不能說的 不如一個人 原來每個人都是CANG 原來PASSION TIME 所以那群支持者 好嗎 你有多少我買馬卡 我就買多少本 小雷買一本 因為小雷買一本 因為力奇買一本 因為吉神買一本 這樣就不能算 那條數 我認為他們都不會太大膽 在計算這條數的時候 我會這樣想 所以我期望他們有個好 尤其他們畫漫畫 我們比較少機會可以接觸 我希望多些新的東西走出來 是好東西 因為我問剛才的問題的時候 我自己也想過 那果然是PASSION TIME 那群支持者 會買這本書 Dead Air還會氣氛 我今天後來不太舒服 我剛才想剪 除了之外 究竟什麼人會買呢 我自己在想 網友我心裡會買 我想我們在座 最少有一個人會買 阿占 肯定 他剛才說的 他自己說 對 退撐我也會撐一下 潮撐我也會撐一下 我也會支持一下 誰都會買一本 當然 之後就是質素問題 我覺得他的BASS 是你不知道的 因為現在市場 你找不到一本書 去證明BASS 因為如果你 我這樣聽 都應該OK 政治性 某一部份 就肯定會買 很明顯 但會不會 第二邊的人 就很熱衷地買呢 我自己在想 例如 建制固然不會買這本書 李維寧又買一本 曾玉成又買一本 李維寧又買一本 蔣元秋 可能買幾本 文堅念是他的市場 不是 四方可能會買 要留意他怎樣寫 他會 我的樣子真的是四方 跟金小文打對台 四方那 四方西 我反而擔心 其實這個陣容可以維持多久 即使你溫度 你是不是奇奇都這麼多人 先問一下 即 找食 就是什麼 協調是 很困難 假設是十個 你要找十個人 即十個編輯跟著那個人 即十個編輯跟著那個人 不用一條編輯跟著 都是煩的 總之都是 那些編輯同時又是總編輯 即是都是功夫來的 你明白嗎 即是如果我們在想 漫畫雜誌 就是日式那種 總有一些編輯跟著 漫畫家 即是 當你一個編輯跟著三個 那就要三個編輯 然後總編輯就要配三個編輯 其實這些都是功夫來的 不要只看漫畫家 然後又要協調業務 協調專欄 追稿 脫了怎麼辦 全部都是你排版 編輯等 那些 越多人這些東西 就越繁複 即你有多了一筆支出 要做這些東西 付出 不要說支出 就算不用錢也是功夫 我的意思就是 你也是要付出時間 但是你剛才擔心的是 這班人的組合成份 究竟有 也是的 也有擔心的 就是你是否可以維持到 你這個可能是創刊的陣容 你可不可以維持到 去到第十一期 去到第21期 第31期 即可不可以長期維持 為何你會這麼擔心 如果做得 前提當然是說做得住 虧了就不用說 如果你是海洋瘋狂 那當然不用說 但是為何你會擔心 漫畫集節組合 那些漫畫家 就是交稿 合理地 時間地交稿 如果是這麼簡單 就不需要編輯 就不需要追稿 應該說編輯就不需要追稿 你要協調 萬一 假設這樣才算 剪神那個不行 你就要轉 其實你一定要找人去跟他談 很多這些 繁瑣的工作去做 而當 可能 即 即 舉可能性 這樣才算 歷期得了 那你會不會煲力期 會加業數 如果維持總業數 其實就不需要這麼多 那你會不會減少一些不行的 又貴 即假設這樣才算 即是五月的那些 可能即是減掉他的專欄 減掉他的專欄 這樣才算 其實你是慢慢會演變的 你的陣容 你未必是需要 或者甚至是 未必是真的 那麼容易去 可以堅持去維持這樣的陣容 因為 我不知道 所有事情 甚至連 他具體怎樣編排 到現在都未正式見街 我們只不過是 因為偷了一副風聲的卡遊戲 所以可以多說一些 我 我覺得這個 嘗試是好的 那 退後一晚步來說 不行 最少都有人試過 最少知道 原來這樣 嘗試從來都好 我懷疑 能否長期維持到 這個陣容 其實我不擔心 好像我們以前 我們自己台的節目 想到一些 想法 都可以說 今次是ABC 下次是ACD 再下次是ABD 再下次是AEF 都可以的 譬如到最後 就是 我現在亂猜 小雷和Cutson 是主打 每次都要有的 8頁10頁 其他那些 可能今次有5月的專欄 下期就有梅日郎的漫畫 一定很好看 以他的畫工 然後再下集 就是Connor的 不知道什麼 再下一集 再下一集 又是反過來的 到歷奇掛稅 沒有的 譬如新少年 阿某都會停休刊 沒問題的 用這種方法 只不過是說 這本書會有的陣容 而不是必然需要出現的陣容 到時的陣就不同了 很簡單 到時的陣就變成輪班 對 可能是這樣的 譬如少年蹲 都不是每個星期有某一個連賽 不用說 Hunter每個星期都沒有 但是他有的陣容是盡量維持的 有一個機本多的陣容 所以他在這裏 可能是到時會有些變化 我自己覺得 都要上了軌道才說 其實講到尾都是看回總編輯 我想只有黃陽達 大機會是 看看他如何協票 當然是有個專業 他們那裡 是他老婆 看看他如何協票 看看他的能力 馬安和黃世澤的分類 他們兩夫妻是一個人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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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我猜好像是萬紀的做法 平常我們看新少年 那些做法 你會發現每期都有人會停休看 不是每個人都長住 有10個故事 不是每期都抓10個 有時可能只有8個 甚至只有7個 都不足夠 如果只有70頁的話 你扣了封底封面 廣告一定有 然後扣一下專欄 可能只剩下60頁不足夠 小雷 假設一開始是最多的 沒有20頁 只剩下40頁分給10個 就是每人4頁 所以不會是這樣的 或者可能第一期每人做少少 之後就會開始變成一種 譬如說今期是哪些人去做的 下期又是 好像你這樣 今次是ABC 下次是ACD 之後再這樣輪下去 我的專欄都不是這樣說 我的專欄都不是奇奇都有我份 你貴嘛 你的專欄不是奇奇都有你份 就不是你的專欄 可能有專欄不是奇奇都是我寫的 會移動的 下個月是6月寫的 下個月是7月寫的 下個月是8月寫的 下個月是8月寫的 但說來說也是青少年最喜愛的波爺 波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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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期待5月寫 波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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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買 我一定買 對 不是 5月派書 他要給我 你不行 哈哈哈 OK 關於這本書 我們期待 看下 未來會有很多公佈 看看到時候是怎樣 希望有一本 打造 可以重新整大餅 因為前陣子我聽Regger的節目 關於龍虎門和李小龍 當時是 打造了一班全新的讀者出來 是正爭 是的 他們可以 整大餅 我們今時今日看到餅 越來越小 希望有一本書 可以整大餅 嗯 第一節 暫時到此為止 我們期待5月的波爺 5月波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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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5月 名字可以 是嗎 待會說了怎麼辦 OK 說了原來不是那個最大王 是嗎 OK 下個第二節再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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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